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哥伦比亚大学周一宣布 该校将取消原定于5月15号举行的全校范围内的毕业典礼 用规模较小的学院庆祝活动取而代之 此前该校发生了数周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 各大表示这一决定是在与学生领袖讨论之后做出的 一位大学官员说安全问题是这一决定背后的主要原因 4月17号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在各大校园内爆发 学生们支起了数十顶帐篷占领了草坪 要求学生从他们认为可能从战争当中获利的公司当中撤资 4月30号晚上身着防暴装备的纽约市警察 因大学管理人员的要求进入校园 清理了抗议者占领的汉密尔顿大厅和营地 逮捕了100多人 在请求警方协助时 各大校长请求纽约警察局在5月17号之前留在校园 一位消息人士此前曾经表示 该校正在重新考虑举行毕业典礼 两名学生会成员周五与大学高层领导会面之后 说管理人员表示出于安全考虑 他们不确定能否在迈哈顿的主校区举行毕业典礼 与哥伦比亚大学类似的抗议活动 很快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 上个月南加大表示将取消原定于5月10号举行的主要毕业典礼 上周六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被抗议活动干扰 大约75名抗议者在毕业典礼开始时举行了示威 他们走上主通道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高喊口号 要求学校从以色列撤资 他们随后被赶出会场 没有人在抗议当中被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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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